我们的文物保护过去呢 保护的就是那些文化要素的东西 不注重保护自然要素的东西 比如泰山 那么过去就保护那些古建筑的那些摩押时刻 但深到世界遗产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些摩押时刻和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 长城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过去注重保护长城的本体 但今天我们同时要保护长城的环境 那么第二文物保护过去呢 是保护静态的 古遗址古墓长发过万里长城这样 失去的最初功能 今天只是被展示被研究的对象 但今天我们知道还要保护到活态的内容 比如长城沿线的那些历史街区 那些传统村落 人们还居住其中 第三过去文物保护呢 保护的往往是古代的 长城也是古代的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 还要保护那些 我们为了保护长城而做的一些工作的这些成果